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强制检测的三栋楼 葵盛西村八座 马鞍山 錦丰院 錦卫角 以及九龙关 黎青花园第六座 分别累计确诊由五中至二十二中不等 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 比整栋大厦要强制验 卫生防护中心说没有硬标准 但如果同一栋楼 四个不相识的单位确诊 可能会发出强制检测令 潘耀星报导 群组感染最多人的屋邨 葵盛西村八座 上个月底出现手中确诊 到上个星期五起 一连六日 每日都有个案 累计第22中那阵 政府才要求强制验 同时宣布强制检测的 九龙关 黎青花园第六座 上个月19日开始有个案 星期三累计增至七中 当日疫情记者会没有提过 夜晚宣布要强制检测 知道他们就算是同一个单位 都需要时间再问清楚 你懂不懂楼上那个 你有没有见过他 你跟他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平时搭升级 搭在一起 我昨晚下午做记者会的时候 手上没有这个资料 不好意思 我不可以在记者会之前 发布这个消息 在马安山錦峰院錦卫国 上个星期六累积四个单位 五人确诊 四日之后要求居民强制检测 其他屋院都有多宗个案 包括钻石山环景花园 过去两个礼拜八宗确诊 五宗都在第二座 同一栋楼多少宗个案 才要强制检测呢 你问得好 但这个可能我都给不到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真的 四个钟头之后 疫情记者会中心定出 强制检测的界线 但说明不是硬指标 如果是四个不相识的单位 在同一个重大厦里面 我们就有可能会给强制检测令 当然这要看的情况 如果四个单位是识的 又不同 或者是如果它是单向的 或者是很快 就突然间有几个一样的 那是不是一定要死 这个都不是一个硬标准 有线电视机者